事件紀錄最快時速為493公里 比一台F1賽車還要快 哈囉 各位球們好 我是葉師傅 今天要來為大家科普一下羽毛球的冷知識 影片會分成上下兩集 如果有喜歡我的觀眾 可以開啟小鈴鐺並訂閱跟按讚 那我們影片正式開始囉 《羽毛球發源地》 19世紀中葉 印度西部普納開始出現這種新運動 當時是以當地的地名普納 來稱呼這項毛球運動 住在當地的英國人非常熱愛這門運動 於是將它帶回去英國發展 1873年在英國的格洛斯特區的 博明頓莊園舉行了一場公開表演 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 並逐漸穿破開朗 後人便以該莊園的名稱 博明頓也就是Famington 來稱之羽球這項運動 那華語地區因為這個名稱尚未普及 所以是依照球具羽球 來稱之羽球這個運動 羽球賽制發展 最早的羽球計分制度是 才15分制 女單11分 八球得分 三局兩勝 缺點是時間不容易收到控制 導致每次比賽時間過長 不利於電視轉播 及吸引更多贊助商的贊助 我記得以前常常看到一半就被迫停播了 因為實在太久了 電視台還有下一個節目要安排 直到2001年BWF國際羽球總會 試行的每局7分 5局3勝發球的分制 理論上這個新賽制縮轉了整個比賽的長度 但實際效果並不顯著 並遭受許多行內人士的批評 事隔一年後又改為了舊制 每局15分3局2勝發球的分制 事隔四年在2006年後 改為大家耳熟能詳的新制 每局21分3局2勝莫地的分制 在猛個效益及時間掌控都還不錯 於是一直沿用到現在 但在今年2021年國際羽球總 嘗試將比賽改為 每局11分5局3勝入地的分制 但因結果差一票就保留原制 不過網路上有許多亞洲選手 都很贊同保留原制 比賽最強記錄 2016年雅錦賽 在女創日本的福萬喪子及羽油葡萄 對戰印尼組合馬漢斯瓦里及玻璃 共用時2時39分 創造國際羽毛球比賽最長記錄 羽球最快時速 目前近世界紀錄最快時速為493公里 比一台F1賽車還要快 是由馬來西亞選手陳文宏 手持Yonis Narrow Rate Lease Beat 就是我手上的這一支 在一場Yonis測試新拍的活動上測出 所以不要再說打球是兩號的運動 速度結果被公開 是超級493公里的時間 世界球後最久記錄 這紀錄當然是我們的小蛋 Chinese Taipei Tai Zoo Yi 自從2016年截止到今日 20217月9號前 共累積了170週的世界冠軍寶座 這紀錄非常難難可貴 也希望這個紀錄可以一直被刷新 另外期許兩個禮拜後的東京奧運 中華隊都可以奪金而歸 以上是我忍之士的上集 另外下集會在下禮拜發佈 那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下禮拜影片更新的時間唷 那我們就下週見唷 掰掰 關於以前比賽的時間真的是非常長 我記得在國中的時候打一個團體賽 5點 單單雙送單都可以打一個下禮 因為如果每場比賽都很激烈的話 打個三局的話 每場比賽都要打一個小時 所以一打完就是一個下禮 所以當時的教練 應該都非常辛苦 因為一坐就是坐 五個小時 這個時間坐穿了久 容易都會很想睡覺 然後另外 比賽 七分五局三勝 我在國小的時候也有打過 基本上我就下場 因為那時候只是算 比射團還好的一點效果 大概上場不到幾分鐘就下來了 因為七分 只要出三局 可能二十分鐘就可以下來了 大家可以坐在那邊 從ほ時就下來了 在這段時間就下來了 在智一旁 既然還是抵鬥 越來越多了